歡迎大家回到第二節的科技集訊網台版 來到我們的主賽環節 科技測試錄 不過在開始這節之前也要說一次 因為不知道有些聽眾一聽就直接按這節 如果聽過今集 可能有人先按按鍵 如果有聽眾有人從這節開始聽 或者是先按這節 今集如果你聽到聲音的音質跟平時有點不同 因為今個星期真的是健康關係 所以不是在Studio錄的 是遙距錄音的 所以音質跟平時有一點差別 不過大家多多包涵 健康要緊 大家要小心身體 小心身體 不過除了小心身體之外 也要小心Microsoft Microsoft也有很多好東西會帶給大家的電腦 今個星期Windows 10又來了嗎 是啊 我自己也伸手其害 這個就是 哈哈哈哈哈哈 也有很多用家都會帶給大家的 應該會說得很有感情 我自己身受其害吧 我這些苦主就可以跟大家說 不只是友台心哥會中的 我們也會中的 你好像做病毒測試 不是只是某一部份人會中的 就是任何人都有機會會中的 如果這個是跟心哥的心理輔導 你放心Microsoft不是針對你的 不是針對你的IP的 其他人都會中的 不要那麼不開心 這樣跟他說 如果我們都中的話 證明這個很普遍的 如果只是心哥中的話 就不是很普遍的 是啊 是啊 對呀 反過來吧 嗯? 心哥還是很普遍的 我們還是中的話 就真的很努力了 不是 這個是背後要說一句 剛才是門面要說的 哈哈哈哈哈哈 你幹嘛踢爆我呢 喂 我們先不要抽水 我們先抽Microsoft 那Microsoft這次 帶過什麼Bucks給大家呢 這次軒哥還要 對了 話說最近 Microsoft又發更新了 為什麼這句我已經笑了 不好意思 他已經變成了一些手機遊戲的 Event 每次抽SSR 看看SSR出來是什麼Effect 他真的每次都開個Event 這樣就出了一個 叫做KB4532695的更新來的 他聲稱說 這個我們之前也有說過的 一個bug 就是他在那個Explorer上面 按那個search bar那裡 打字打不到 是的 這次這個update 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的 嗯 官方呢 他派這個update的時候就說 我們這個更新暫時沒有已知的問題 嗯 是的 他們有什麼知道的 如果你不說這句我都沒有太生氣 你自己插GFact下去 幫他入口 哈哈哈 結果那些人 我照原文讀 他說 不過在Microsoft說完這句之後呢 不少用家在安裝者更新後呢 就分分中招 除了是藍瓶死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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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出現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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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x一個筆 弄三個筆給你 而且這三個筆是比他Fix的更重要 我搜尋不到東西 我就算了 我想辦法自己畫出來 但是你的藍畫面 炒菜花 你現在為了有個人 指甲有狼 要幫他清掉狼 你為了幫他清掉指甲裡面 或腳甲的狼 你現在整隻腳和手臂都被剪刀了 是不是瘋狠 更加有其中一位使用者 就說他們安裝了這個更新後 如果普通的駕駛沒有了 我就安裝了 沒問題的 但是這次他不見的駕駛叫做TPM的駕駛 TPM這個是什麼呢 就是你的手機用了Bitlocker加密的時候 才會用到的 如果你沒有了這個Driver 會怎樣呢 簡單來說 你就不能開機 原理等於駕駕鑰匙 對 那你可以整個駕駕駛連在裡面 這東西全部都扔掉 所以不是駕駛鑰匙 是Microsoft放AA加密的鑰匙 因為鑰匙是你的密碼 Microsoft的AA加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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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邦鋒匙 鑰匙 收數王 現在就是Microsoft做了 哈哈哈哈 是啊 這樣呢 有用者就說 他那個 Driver 有問題之後 他 那些所有 shortcut 的功能 全部失效 甚至乎連 keyboard cap lock 都受影響 哇 那句 那句 fix一個 在search bar 搜尋不到東西的 fix bug 的更新 搞到現在這麼災難 都真是厲害 厲害 那種骨盆 那種電腦 這樣呢 就 剛才說沒有聲音 那個 那件事是怎樣呢 他就說 他平時就用HDMI的輸出 還有用Sound card 兩個都沒有聲音 嗯 這樣呢 就說 除了做Windows更新 還有沒有做過其他 其他 一更新完 就馬上就沒有聲音了 嗯 這個阿森哥都體驗過 是 不過Driver 那件事 那件事 叫做 這次有新意 你說沒有聲音 和難畫面 這些 all star 就是 明星賽 那樣 這些經常見 是 是 3 4 他不自己說明 這個更新沒有任何 已知的問題 他不說明 這句 的Fat 插進去 大家沒有那麼 都生氣的 但那個打面程度 沒有那麼金 那些現在說不說 這句幹什麼 插個爛Fat 這樣 厲害 其實Microsoft 不是在玩 和大家鬥法 的遊戲嗎 就是 在你發現我Bug之前 我講了這句我就會贏 你那些是砌身戰 我簡直是小學雞 你明白嗎 就反倒我回頭 耶 即是我先說這句話 哎 彈回頭 你輸了 這樣 但你說了 沒有Bug 他就是計漏了 對 原來人家說 我贏了人 原來人家的Bug 也會在那裡 我還要再做事 去調整這個Bug 原來我是沒得雜註的 沒得雜註 他已經派了進來 你看到有個 reboot的手機 有個感嘆好的 你就知道 沒得雜註 到了 有很多人 看到Microsoft 這麼厲害的 更新後 很多人都選擇 不更新 這部機 千方百計 有Disable Windows 更新 希望可以避過 Microsoft的魔爪 但是不好意思 這樣因為 就算你沒有更新 你都一樣會中招 即是說不更新 是一些 舊OS在Win 7的用家嗎 不是 Windows 10 你不更新 都糟了 這麼慘 這個是另一宗 怎麼做 好多啊 厲害 這個就是我中的那個 這個就是說 在2月5號的時候 全世界大部分的 Windows 10 用戶 都用不到 他們 在Start Bar上面搜尋 明明什麼都沒有做過 都以為中了這些魔咒 這些就是恐怖片 就願級數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 Microsoft Windows 10 的 搜尋 非常智能 除了搜尋 你本身的東西之外 會上自己很 快樂的 Bling上面 有它的Cotana 那些不同的Service Service失敗了 那他們的遊戲就輕 有人說 可能我只是想在search bar打三上油四個字 找一套A片出來開心一下 怎麼猜那個什麼都查不到 空白一片 不是啊 大王 你說的是search file 我搜尋的command prompt 小畫家小算盤 有些都開不了 對呀 這些都找不到 筆拆也不行 你搜尋個什麼 搜尋小畫家不行 對呀 這樣啊 我覺得非常厲害 就算你不更新也會出現 進化啊 你不要以為你找你 你不要以為你跑掉 真是恐怖片來的 但很像眼線 我看完這件事後 我真的生氣到想裝回VinBud 我真的受不了 這個月黑風高 月黑風高更新的東西 對呀 對呀 但我想請問一下 你剛才說這件事在2月5日發生的 是 那過了這一天之後 有沒有什麼改變呢 他就很快 其實這件事出來之後 隔了一段很短的時間 我忘記了 忘記了多少 他就出了一個 fixbuck的 patch 放過出來 你裝了就沒事 另外 他自己 他自己 後面也有fix到一些東西 所以 就算你不更新 你都可以解決到這件事 噢 OK 那一天 就到那天很神奇的一天 對呀 那天 我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你又嚇我了 為什麼 為什麼我打什麼字都沒有反應 嚇死我 你終於知道 你終於知道 2Z高達 最後師樂哥不斷動 Dio 動啊 為什麼動不了啊 你終於知道 那個感覺是怎樣 你現在就是 搜尋啊 Window 為什麼搜尋不到東西 我整大部電腦 就不能用來搜尋 那我就拿一部電話出來 上網 打Window 10搜尋 然後 一找一些result出來 全部都在說 搜尋 就急了 都可以 這次很厲害 У 但是為什麼你剛才說是想安裝Window 8 你不是應該安裝Window 7算了 Window 7斷支持嘛 現在死剩只有8,8.1 也是 我記得上次有新聞說 Window 7的人被強制 很快就說上去 我記得有些苦主 整天更新的苦主們 一群人說 太好了 逼那群人上來 讓他們感受一下我們那份絕望 大家一起抽蛋 你抽不到 你真的享受每月抽蛋的樂趣 大家 很恐怖 哪有強制抽蛋這樣 這麼糟糕的 你想不抽蛋 我現在只是想靜靜地享受這遊戲 我想享受這個OS 不行 不行 你每個月都要夾我們這個月 黑風高抽蛋的東西 啊 這樣下去 你真的像降遊戲一樣 我想流石都不行 神經病 現在就是什麼 降遊戲一樣 強制參加的 不能不參加 你一LOCK IN就要你抽 是不是很刺激呢 現在是 你不知不覺幫你抽 你不抽也不免得 他在背後幫你抽 多厲害 是你LOCK IN之後 不讓你LOCK O 我怕HanQ了 S-HAO ASS packed 哈哈哈哈 哈哈果很恐怖 好恐怖 這個剩下了吧 那w10的Bug呢 når Дooo innovations 為何我不會使用Window 7 因為Window 7也有漏漏 又有什麼樣子 話說之前Window 7已經斷了支援 沒有更新的 但是我懷疑它本身 例如在Window 7的背後設定了些時間 任意計時煞彈 現在就爆出來 那是一件什麼事呢? 就說有為數不少的Window 7用家 就嘗試幫電腦關機 關機的時候就出現一個錯誤 You don't have permission to shut down this computer You cannot pass 哈哈哈哈 那你再關機呢? 也關不了 不要恐怖 恐怖遊戲 You cannot skip 不是真的SAO也鎖不到 哈哈哈哈 我覺得是I want to play a game多一點 哈哈哈哈 是不是神經病 很厲害 遇到這個Bug的用力 我不知道它是計劃通還是Bug 總之出了個Box出來 就會跟大家說 你的手機關不了 網上有人提供了解決方法 是的 第一個解決方法 就是你用你的電腦 即是你關不了機 你還用不到 是 這樣你就開一個admin account出來 然後用那個account去關機 但如果我的account本身已經是admin都不行 不行 不行 要用另一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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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account不是茅場 不給 即是阿斯蘭的account是升不到機的 即是你現在的account 一定要用阿斯蘭的account 你現在的account如何是衰香 你要去茅場才行 是谷角的 為什麼Microsoft 是不是SEOFANS 正在做事 根本 是不是那個引導佬 就是谷角來的 黑五屏幕伺服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解決方法 我覺得這次也很有創意 是的 其實其他人有推出過別的方法 就是在Good Policy那裡 改了一些設定 就可以正常回的 對 Microsoft 就說 未證實到 他自己有這個問題 他就暫時 就不會有些緊急的fix 推卸給大家 大家就 應該就不會再派 是啊 所以大家 還用Window 7 的話 就自求多福 其實有一點點的感覺 陰謀論 真的都 比較像timers 我真的覺得 有點像timers 沒有理由 你又沒有裝好更新 你無緣無故自己又會打這些東西出來 這麼多年都沒有試過這麼有趣味的方法 是啊 為什麼這麼SAO 這麼多年來 剛剛好 為什麼偏偏就是斷完Support之後 才會有這些東西呢 誰有這麼多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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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起講 哈哈 我們沒得救 誰有這麼多巧合 哈哈 你看看會不會由Window 7 第一天出到現在 加上就四七九幾個日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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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不知道 拉直線 是嗎 不知道 那 講完兩單Windows 今天Google的榜上有名 嘩 Google這單 我覺得 某程度上 可以跟Microsoft一戰 這單真的可以 話說 很多人用的 就是Google Photo 它的最大賣點就是 會幫你 把整個電話的相片上去 免費上去 那 那 Suppost 裡面的東西 就只有你可以看到的 是 一定 但是 最近 Google出來 就說 我們 就 承認有一個錯誤 就說 某些情況之下 會將你們拍到的 影片 就會傳到別人的電話 這次小米那個 上次智人攝錄那個 是啊 你幻想一下 有一天你一開一部手機 一開過Google Photo 你就看到一部熊哥 就看到大王在播 喂 為什麼由熊哥變了我 你什麼 哈哈 你什麼 你什麼 這麼跳絕 抽水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的好引震撼 對 這樣就 非常不幸 畢竟這些影片都是非常私人的東西 如果你說 中了一些 不想大家看到的影片 就不太好 但是不是每個用者都會中到這個 如果你是在2019年11月 有用過Google Takeout的功能 因為它是可以把Google裡面所有的資料 所有Google有存在你的帳戶裡面的資料 都可以下載 因為Google Takeout 如果你有用過這個功能的話 才會傳給其他人 就是Google Takeout 就把你的資料拿掉給其他人 是的 原來Google Takeout是這個意思的 真是挺刺激的 又是 一開出來就 我只知道送外賣的英文是take away 原來Takeout是這個意思的 真的有趣 真的送給別人 對 你真的匯出完的東西 原來是匯給別人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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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番新的見解 真的 他聲稱 是0.01%的Google Photo用家 受到影響的 你這麼厲害 就像希哥一樣 但已經 你想想 這個世界有多少個Google用家 裡面的0.01 裡面的0.01%也很難很多 其實 應該大家都很信心如錄的 還要拍片 照片 可能看到一些 看不到一些 可能只是看到一個樹林 有些動作 有些人是遊山換水 可能拍一些山 拍海 拍到樹林 黑森林 等著 你拍片 你整個遊覽過程都看完 真的有不同的說法 你一會兒 你一會兒 你一會兒遊覽過程都說 看那個地方的名聲 看什麼樣子 都很嚴重的 很嚴重的 其實這件事都很嚴重的 很嚴重的 不過就希望大家不要中到這個 沒有用過Google 這個功能 暫時不用怕 暫時 暫時 聽他的說法 那些太過 私隱的事情 大家自己小心 這件事 一定會小心 就算怎樣也好 不過這一類的題目 我們都還沒說完 因為下一單 還是有點相關 我覺得下一單更嚴重的 你到今天的主題目 來到今天的主題目 這單真是很厲害 就是一間叫做台北運動壩 對 太過分了 對 這樣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是台北的一些運動的活動 對 這樣就台北市政府的體育局 他們就有那個Facebook的專頁 那個專頁就叫做台北運動吧 對 這樣就進去 就是講一些運動的題材 對 很正面 很健康 對 對 但是在我們開幕前一兩天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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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出了八個帖 我找到有個聯合新聞網 他寫個題目那幾位混蛋 我讀出來不完 他就說 衝念書流量 台北運動吧 午夜色情廣告煉發忍暴動 那他那個CAPTION 我讀了這一段 他說 台北市體育局所屬的台北運動吧 這個念書專頁呢 在台北世大運結束之後就逐漸沒落 粉絲數由高峰的42萬 下降至目前的39萬 讓這個體育局呢 今年呢 就編8萬預算 就要震慶這個網站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還沒讀 但是今天午夜 這個網站上面突然間出現色情的網站連結 引人執務 瞬間流量暴增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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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網友就留言他爺魚 就說 台北市這個體育局啊 太屌了 因為台什麼 接著有幾人說動身體好 還有人說 感謝大大無私奉獻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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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還有人說什麼 柯文哲已經為下屆台灣總統選舉鋪路了 我跟你說 請問口號是什麼 台北運動霸 即是台北運動霸 接著還有網友有幾個壞 網友說 台北市體育局呢 是不是要宣傳 在家自主隔離的好運動 哈哈哈哈 即是自主隔離沒有什麼運動做到 就做下這些運動 很厲害 但是它的口味上 好像是 主要都是歐美那邊的 哈哈哈哈 很好看 看到有人留言說 很多都應該是毒鈴 來的嘛 應該被人hack了 或者中了毒 被人在Facebook page 就不斷貼這些毒鈴 對 又這樣說 你說是不是被人hack了 我覺得 可能是那個admin 自己在電腦上 不知道上了什麼 天網 在Facebook 不知道按了什麼 連了那個link 連了那個page 就出來了 即是可以Lockin了一些帳戶 然後看完不知什麼 我記得當年 香港 2014年 我還記得當年 還有一個是姜蓉 我沒有記得 好像姜蓉有個 我現在不想記 那個組織怎麼不想記 這個不想記 我覺得姜蓉好像有個 Twitter帳戶 應該不想怎麼使用 大家只要開在那裡 被人hack了 不斷在Poll的AV 我記得當時有這些 那另一個就是 我還以為馮偉光 你再說吧 馮偉光這個 你還記得 我說馮偉光 用梁振英的帳戶 哈哈哈哈 其實是梁振英的Facebook帳戶 可以like一些大方妹 那些人就在想 本身應該是馮偉光用的 那應該就是馮偉光 那不知道是不是 那些人覺得像是 是不是過去幫康文折手 就是人家說 這條人是牛店 哈哈哈哈 這條人已經可以了 那其實 我們要看看現在有幾個like 現在沒有了 那個page 他整個page 他整個page 整個page有沒有殘舊 還有台北市政府 經過這個體育局 發出這個statement 就說 作夜遭到這個黑客道用帳號 並發握這個不壓圖片 已經聯絡面書管理者 緊急關閉該專頁 對於造成粉絲的困擾 深表協議 並嚴正譴責 此不法行為 還說已經報警處理 那些粉絲沒有困擾 但粉絲不知多開心 哈哈哈哈 他放棄了這個沖人流的機會 將它變成了運動 然後跟大家教一下 你用什麼動作 會沒有雙雙雙腰 用什麼動作大家會很happy 另類的運動 都是運動 不可以歧視這些運動 這些運動很重要 改一個page名 人類的始源 很神聖 改一個page名 台北繁殖霸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台灣繁殖霸 台灣繁殖霸 台灣生育霸 哈哈哈哈 即是變成了加計會網站 對啦 哈哈哈哈 加計會 即是拍聖本線 那些 哈哈哈哈 這單真是好笑 真是厲害 這單 這單真棒 這單真棒 真的真棒 我覺得除了笑 之外都什麼 都印以為鑑 我們幾個主持 大家都很小心 即是大家平時不要不按什麼連結 喂 屌大YPR的人 有這些連結出來 肯定聽眾會 不是說你被人貼帳戶 問是誰做的 叫你自己出來拍了 因為有人會說 如果YPR貼這些連結的話 是特地 最多的那個也是 應該大家猜 是否新宿有好東西 給大家 很簡單的 你看到是歐美系的 就不是我的 應該都不是我們 其實我幾個應該不是 歐美系的 以我對大家認識 以我對大家認識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另一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另一個 範疇的興趣 難說這些 那這些真是 正 這個項目 看到那個有趣 那 可惜現在這個項目又關了 不能上去觀光瀏覽 不是我真的想上去like 他的項目 但又真的這麼好看 哈哈 哈哈哈哈 但是來到這裡 我們科技測試錄的時間都差不多 待會回來 今天繼續都有這個 電換新聞的環節 今天還有一些 有一單應該叫電換測文 應該叫做 是的 20新春第一擊 都是B字頭 想不到有一間B字頭的東西就發工 大家很期待 待會回來 第三節 科技雜訊網台版電換新聞 繼續 新聞 節目 台灣 台灣 感谢观看